他們整個黨的思維很簡單 就是今天任何一件事情 第一個先看攝影機有沒有來12台 中文哲他有屬攝影機的習慣 他公開都會講 然後第二個先看有多少報導 網路上的聲量 正評 負評 那如果說今天負評比較高 今天好像講錯話 沒關係 接著下一步 就是說你們藍綠又在打壓我 你們都曲解我 都斷章取義 都掐頭去尾 請大家來看阿伯的頻道 阿伯的頻道有完整的發言 然後阿伯的頻道大家去看完整的發言 哇 瀏覽量要衝上來 基本上呢 只要我們節目開始討論他 他輸了也是贏了 敗逸贏 這是那個柯總釗的名言 輸也是贏 贏也是輸 輸贏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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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贏